根據政府的10月份就業報告 儘管面臨利率增長和消費者壓力 以及大規模的汽車行業停工 美國的雇主們仍然在積極招聘 10月份 美國公司和政府機構 共增加了184,000個工作崗位 儘管這個數字比9月份的336,000有所下降 但是仍然強勁 失業率保持在3.8%左右 美聯署仔細審查 月度就業數據 以評估僱主是否仍在因勞動力短缺 而大舉招聘和加薪 當這種情況發生的時候 公司通常會試圖將更高的勞動力成本 以更高的價格轉價給客戶 從而增加通脹壓力 美聯署正試圖調整 關鍵利率和基準利率 以同時抑制通脹 支持就業增長和避免經濟衰退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